風玻璃 碎落一地 車門凹陷變形 座椅雜物甚至噴飛到路上 護欄被撞到扭曲變形 砂石車90度側翻 車上的砂石到處散落 地上還留下一條長長的砂車痕 不難想像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這起嚴重車禍是發生在 國道6號南投路段 20號上午10點多 59歲成型駕駛在交流道 自撞護欄 失控翻車 掉落邊坡 人還彈飛出去 救護人一到現場 馬上衝下邊坡 對傷者實施CPR急救 但駕駛傷是太過嚴重 消防隊趕緊將人 抬上救護車 送醫後還是宣告不治 是車速過快 以及那個超載的情形 導致於 導致於他 該車差狀 差狀護欄 不過砂石車超載3.5噸 已經嚴重違規 加上車速過快 過彎不勝才會釀成悲酒